对于现在的广州恒大来说,真的是有人欢喜有人忧,许佳音当然是最开心的那个,因为他的球队在经过间歇期的调整之后,重新找回了以前的中超王者之风, 间歇期归来之后的两场比赛,恒大完成了九力进球,而且在防守上零封对手,不过对于古德利和金英拳来说,他们两人应该开心不起来,由于引进了塔利斯抢,而且表现不错的阿兰也宣布留队,因此古德利和金英拳应该已经无缘恒大未来的计划,目前,古德利的行动比较迅速,他已经处理完了自己, 在广州的一些随身物品,动身前往了欧洲,不过古德利并没有去度假,而是直接前往了西班牙,当地媒体介绍,古德利在确定无缘恒大之后,很多支西甲球队都表达,了对于这位恒大前外援的兴趣, 目前,西甲的塞尔塔和古德利走得最近,双方甚至已经开始就合同的细则进行精准的讨论,毕竟古德利是塞尔雷亚国脚,而且在效力恒大期间,他的表现也还算是中规中矩,而恒大方面显然也不会拿位, 这位曾经的中场球星,目前,恒大方面已经明确表态,将不会再转会费上南位古德利,当初恒大签下古德利,花费了五百万欧,从目前的形势来看,不缺钱的恒大,很可能将低价成全他转会西甲,如果古德利最终加盟西甲,那么他将是继保利尼奥之后,恒大队的又一名加盟西甲球队的球员, 当然了,与保利尼奥相比,古德利还是有差距的,毕竟前者加盟的是巴萨,而他加盟的是西甲的中下游球队,最近,一直有一个说法,那就是古德利将是被恒大历史所铭记的一个人,因为从五百万欧引进古德利开始,当时外界普遍认为恒大要亲手终结自己的金元攻势了, 不过事实证明,在足球转会市场上,还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,当然了,我们不是说古德利不行,只是他的水平,还不足以在现在的恒大中一支独秀,从某种意义上来讲,恒大的这笔转会,并没有看走眼,但是球队的成绩早已说明了一切,虽然古德利的例子让恒大不得不再一次相信金钱的力量,但是与之前的不计成本相比, 恒大的转会引员也趋于理智,保利尼奥的回归和塔利斯卡的加盟,都显示了恒大已经不会再一味地投入,而是要在合理控制溢价的基础上,引进自己熟悉的球员,不管怎么说,也是在最后祝福古德利吧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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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